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夫妻约定同生共死 男子却食言偷生 妻子阴间喊话 为何独留我一人 在宋朝太祖年间 开封城内住着一个屠夫 这个屠夫名叫陈长青 此人祖上三代都是开封城内的屠夫 靠着祖祖辈背传下来的手艺吃饭 日子过得也还算幸福安乐 陈长清平日礼 靠着给村里人屠猪 宰狗赚一点钱 由于陈家祖传一刀流 杀猪只用一刀 下刀非常快 一刀进去 猪还没有来得及出血 就一命呜呼了 人们觉得这种没有放过血的猪肉比较好吃 所以也是十分乐意请陈屠夫来给他们杀猪栽狗 由于他屠宰的本事出名 一下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了开封城里的陈屠夫 人们也络绎不绝地来请他杀猪 有的甚至为了一睹这一神迹 甚至有人不远上百里都来观摩尘屠夫的杀猪之法 很多也是不惜花种金 就想目睹的杀猪绝迹 陈屠夫平日礼 不光给别人杀猪栽狗 自己也是在城里开了一个肉铺 平日礼主要是烤麦肉卫生 每天清晨 陈屠夫都是起得比击早 天还没亮他就收拾出摊了 早早的就将前一天晚上宰杀的新鲜猪 一块块的搬放到了他的肉铺店面案板上 等待着清晨出来买菜的人们 陈屠夫为人十分实在 从来不缺金少量 给的称也是十分的足 经常还送一些肥肉给卖肉的人 时常有人买一个猪头 他都会贴心的送上一个猪尾巴 遇到困难的老人 他也是经常慷慨大方的送一些猪肉给对方吃 别人给他钱也是分文不收 就这样陈屠夫的善良 正直也是在城里出了名 左邻右舍的邻居 村民也都是十分喜欢 尊重他 陈屠夫有一个妻子 名叫赵曼玉 妻子也是老实本分的人 人长的也算十分标致 清秀大方 气质也还算高雅 由于整日里陪着陈屠夫忙前忙后 也是从气至优雅的美女 变成了家庭妇女 脸上也显得疲惫和沧桑 但是他那俊美的脸颊 迷人身材也还是勾人心魄 平日里陈屠夫在外面忙 妻子则是在家里帮忙 妻子也是帮着做一些熟食 拿出卖 比如红烧猪蹄子 香牛肉 烧鸡 烤鸭什么的 生意还算不错 也能赚不少些钱 家里也是过得越来越富裕 由于妻子长相不错 为人也是十分热情 所以经常有很多附近的人 来他店里买吃的 加上手艺不错 平日里和陈屠夫一样 对待别人忠厚老实 所以也是笼络了一大批回头客 生意也是相当不错 每天出摊的熟食 来得晚的人 经常叹息自己为啥不早来 而没有买到 陈屠夫和妻子 由于平日里待人十分的友善 所以也是备受村民夸奖 觉得他们是一对恩爱善良的夫妻 所以他们二人生活的也是十分开心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 二人结婚好几年 可是妻子一直未能给陈屠夫生一个孩子 这也成了他二人心里的一个结 时间一久 也就成了他二人之间的隔阂了 在那个年代 百善孝为先 不孝有三 无厚为大 所以陈屠夫也是十分苦恼 为了这事情也是经常和妻子闹矛盾 觉得是自己妻子肚子不争气 不能给他生个孩子 为了此时 陈屠夫也是没少醉酒 醉酒之后报答妻子 就这样 时间也是一天天递过着 二人依然是没有孩子 时间一长 二人矛盾就越来越多 陈长青也是越来越看不惯自己的妻子 经常下班出去花天酒地呀 各种烟花柳巷 整日游荡在酒馆 终日借酒消愁 回到家中 看到妻子不顺眼就一顿拳脚相家 将自己没有孩子的过错 全部归结在妻子身上 开始今年 陈屠夫还是工作完了 才出去玩 整日喝酒 后面随着时间一年年的 陈屠夫感觉自己没有孩子 将来赚再多的钱也是没有用 索性还是不要那么努力 于是就也不卖肉了 也不帮人杀猪宰狗了 终日就是到处完 家里的活遗下全部落在了妻子的身上 妻子也是任劳任怨 看着丈夫这样 他也是看在眼里 伤心在心里 自己也是时常怪自己的肚子不争气 想着为啥不能怀个孩子呢 陈屠夫开始只是终日喝得烂醉 回家就对妻子一度家暴 然后到头就睡觉 后面陈屠夫因为没有孩子 伤心难过 被一份交价 他沉迷上了赌博 于是他是终日除了喝酒睡觉 其余时间不是在赌钱 就是在去赌钱的路上 反正整日也都不干正事 再也不管家里的事情了 妻子看着丈夫这样 觉得日子也末发过了呀 心情也是十分难受 终日以泪洗面 每天也末杀心情干活了 看着自己的丈夫这样日常吃喝嫖赌 自己苦劝也是不听 还经常打他 他也是对日子失去了信心 终日在家抱头痛哭 他们的邻居里二狗经常去他们家 整日看见臣屠夫都不在家 他的媳妇就在家里哭 也是觉得十分奇怪 本来好好的两个人 两个人都很勤劳啊 生意也是做得不错的 怎么突然生意说不做就不做了 而且整日在家哭呢 于是他忍不住好气 就走到了陈家 这一天他来到了陈家 看见臣屠夫的妻子在屋子里和往常一样哭呢 于是就好心地上前问道 嫂子啊 哥呢 你为何终日在家哭泣呀 你和哥的生意也不做了吗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呀 听了陈二狗的问话 妻子想到从前的美好日子 再看看如今 那更是悲从中来呀 哭得更是梨花带雨 陈二狗健壮 那是害怕极了 以为自己说错话了 连忙着急地说道 嫂子啊 有话好好说呀 你不要哭啊 你为啥要哭啊 反正就说一顿安慰 她说错话 缓了好久 赵曼玉才开口说出了原因 陈二狗一听 连忙劝道 嫂子啊 这是不能怪你 可能陈大哥太想要儿子了 但是也不全是你一个人的错呀 你也不必伤心了 反正就说一顿安慰 可能是赵曼玉因为没有孩子的缘故 心里也是十分渴望有一个孩子 好让自己的丈夫回心转意 突然赵曼玉开口道 二狗兄弟 你能给我个孩子吗 你能让我怀上吗 我现在就想要个孩子 陈二狗一听 吓坏了 但是内心还是十分窃喜 他可是对陈屠夫的妻子 早已是垂涎三尺 早就想得到了 想到今天有这么好的机会 那哪能放过呀 于是 就在半推半就的情况下 上演了一波床戏 两个人就背着陈屠夫 在家发生了一件不可描述的事 几分钟过后 陈二狗则是提着自己的裤子 逃出了陈屠夫家 他可不敢让陈屠夫知道 不然那把杀猪刀可能就要对着他了 自知做了亏心事 也是一溜烟的就跑回了家 就这样 每当陈屠夫不在家 陈二狗就会悄悄地潜入陈屠夫家帮 助他安慰妻子 时间一长 果然还是二狗厉害 很快赵曼玉也是怀上了 赵曼玉那是十分高兴啊 就想着将自己怀孕的事情告诉丈夫 这一天 陈屠夫和往常一样 喝得烂醉 加上赌输了钱 心情也是十分不好 回到家就要发脾气 妻子刚准备开口 告诉陈屠夫这件好事 可是陈屠夫看着妻子就烦了 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巴掌 一巴掌就将赵曼玉抽到了地上 还没等来得及说 就被陈屠夫一顿殴打 陈屠夫打完了 就让妻子给他做饭 说自己饿了 赵曼玉也是玄没来得及 说自己怀孕了 就赶快去给自己的丈夫做饭了 吃饭的时候 赵曼玉显露出了孕土 丈夫才看出了端倪 一问才知道自己的妻子怀孕了 陈屠夫那是欣喜若狂啊 连忙为自己刚才打妻子的事情 给妻子道歉 就差给妻子磕头了 妻子也是看丈夫给自己道歉 也是原谅了陈屠夫 就这样陈屠夫知道自己快要当爹了 所以也是非常高兴 听自己妻子的劝 也开始不再饮酒 每天也开始勤快地工作了 每天早早开始了和从前一样的工作 妻子看到这一幕也是十分新奇 觉得自己丈夫回来了 也是选择了在心里原谅了丈夫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着 赵曼玉的肚子也是一天天地大了起来 很快就要到临盆的那一天了 陈屠夫也是非常的高兴 连忙摆出三生祭祀祖先 跟祖先禀告 说他们老陈家要有后了 自己要有儿子了什么的 那是一个开心啊 就让祖先保佑他的儿子平安出生 保佑他们 陈家香火鼎盛 反正就是在祖先面前一顿磕头如捣蒜 各众求保佑 妻子生孩子这一天 天空下着大雨 陈屠夫早早地就花钱 请来了城里有名的吻婆和郎中 想着他们能帮忙让自己早点见到儿子 于是也是舍得花大价钱 还没干活一人 就搭上了二十辆 两人看到陈屠夫如此豪爽 也是十分开心 这一天外面下着大雨 陈屠夫就站在妻子的产房外 着急地等着 就想听了一声娃娃落地的哭声 可是他等了好久 都没有听见娃娃的哭声 反而外面的电闪雷鸣声音更大了 他的心也开始颤抖了 也开始担心了 手里的拳头早就捏出了汗水 他就呆呆地站在外面等着 可是等了好久 突然产房的门推开了 陈屠夫非常开心 看着吻婆抱着的孩子出来 连忙跑上去接过孩子 此时的吻婆脸色苍白 双眼无神 心情十分低落 陈屠夫顾不得吻婆 就看向刚从吻婆手中接过的孩子 仔细一看 孩子没有睁开眼睛 也没有叫 他就十分害怕了 此时吻婆哭着说 孩子夭折了 出声就默契了 陈屠夫听到此话如遭雷击 他用手放在婴儿的鼻子上 发现早已没有气息 大声喊道 为什么 为石魔 为石魔我的孩子死了 喊着喊着 陈屠夫就伤心欲绝地倒地了 郎中和吻婆也是连忙将他扶进去 陈屠夫知道 自己的儿子死了以后 那是十分伤心啊 他又开始了沉醉于喝酒赌博了 就想用他们麻痹自己 妻子则是十分难过 本以为自己能生个孩子 让丈夫回头 可是哪想到这样 由于陈屠夫终日喝酒赌博 家里的钱也是很快被他败得一千二净 于是 他就向赌场抵押自己的房子 自己的地产借来了很多银子 最后还是输得彻彻底底 最后还背上了一屁股债 就这样 妻子和他过上了躲债的日子 从前那个好好的家 都被丈夫败得一千二净 妻子却是没有责怪丈夫 依然对自己的丈夫不离不弃 人凭债主前来逼债 也是对自己的丈夫生死相依 也没想过要离开这个不争气的丈夫 就这样二人过上了吃上炖煤下炖的日子 也没有住的家了 整日流落街头 沦落为乞丐了 日子过得也是十分凄惨 就这样也还是时常被债主逼债 没钱还经常遭受债主殴打 时间一长 陈屠夫就有了求死的想法了 于是他就跟妻子说 娘子啊 咱们这辈子算完了 日子太苦了 过不下去 要不我们俩一起死了吧 这辈子我没有好好照顾你 对不起你 下辈子我肯定好好对你 反正就是各种煽情的话 妻子也是个恋爱脑 于是就答应了陪丈夫服毒自尽 这样他们可以做一对亡命怨鸯 很快 陈屠夫不知道从哪搞来两瓶毒药 他就带着妻子来到了一棵老槐树下面 然后想着在这里二人服毒自尽 两人在树下静静地坐着 然后也是说了一大堆情话 都是关于来生怎么对他好的话 赵曼玉听了也是感动得不行 于是率先抢过毒药说道 夫君 我爱你 我舍不得看你死在我面前 所以我选择死在你前面 丈夫听了此话 也是泪流满面地说道 娘子 此生对不起你 下辈子我一定好好对你 你放心 你走了 我立马就来陪你 赵曼玉听了陈屠夫的话 想都没想就将一瓶毒药倒进了嘴里 不一会 赵曼玉就肚子开始疼了 然后就倒地不起 嘴角也是开始流血不止 血液不停地从嘴里出来 此时的陈屠夫看到妻子的惨像 那是吓呆住了 他没想到死亡这么痛苦 于是他就大推堂鼓了 不敢死了 妻子看到这一幕 也是一口气没上来 直接死了 也不知道是被毒死的 还是被气死的 反正是默契了 眼睛还是睁着的 陈屠夫看到这一幕 那是十分害怕呀 于是就赶紧将自己妻子草草地埋葬了 看到妻子死相那么惨 也是不敢死了 索性就将毒药扔了 陈屠夫一味莫杀士 可是从那以后 陈屠夫只要一闭上眼睛 都是妻子临死时候的惨像 吓得他也是不敢闭眼睛 只要一睡觉 就能梦见自己的妻子 找他下去陪他 说自己很孤独 想要陈屠夫下去陪他 陈屠夫整日也是寝室难安 就这样 他在妻子的死亡中 一直走不出心理阴影 于是 他就去找城里的大师 将这件事告诉了大师 大师听了 也是连连摇头说道 你既然答应了你妻子 一起赴死 如今你苟且投生 他心里肯定放不下你呀 所以会一直缠着你呀 陈屠夫听了 十分害怕 连忙给大师磕头说道 大师 求求你救救我呀 我还不想死啊 大师无奈地摇了摇头 表示这件事很难办啊 陈屠夫赶忙地上十两银子 这还是他存了好久的钱 大师看到银子 然后笑眯眯地说道 要想化解此事 也不难 只要你去买一个纸人 在纸人身上 贴上你的生辰八字 然后烧给你妻子 这样 他就会以为你死了 这样就不会缠着你了 陈屠夫听了 也是十分感激 立马磕头感谢大师 很快 陈屠夫就照着大师说的 买来纸人 也贴了自己的生辰八字 还焚香祈祷 在妻子的坟前烧了纸人 然后想着 这下妻子总不会来找自己了吧 然后就回家了 回到家里 她还是睡不着 害怕呀 于是就拿了一壶酒喝了起来 很快她就醉晕了 一阵清风吹过 烟雾弥漫 一个女子走了出来 正是赵曼玉 只见找曼玉一袭白衣 就出现在了陈屠夫面前 陈屠夫此时害怕极了 惨白的脸对着 陈屠夫说道 夫君 我知道你烧了假人骗我 但是 我还是想让你下来陪我 我一个人好孤单 如果你不愿意下来 我也不怪你 希望你好好的活着 照顾好自己 陈屠夫陷到妻子这般模样 也是吓得抱头不敢说话 也不敢看妻子 妻子看到丈夫如此怕自己 也是十分无奈 说住转身就消失在了烟雾之中 一阵清风吹过 很快陈屠夫就被吓醒了 想到刚才的梦 突然他发现 床前放着他丢掉的那瓶毒药 心里也是十分的害怕 不知道为啥会出现在自己的房间 心中万分惊恐 想到自己妻子活着的时候 自己骗妻子 妻子死了 自己还烧假人骗妻子 内心也是十分不适滋味 自己堂堂一个男的 想着日子也是十分难过 经常煎熬 生活也是没有希望了 然后就心灰意冷了起来 就这样 他开始慢慢打开了那瓶 不知道从哪跑回来的毒药 这次他没有犹豫 一口就喝了 然后就倒地不起了 很快就没有了气息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三家乡零二热血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思念过去了 周荣当了小学教师 周全初中毕业后 在家闲住着 这时节 周荣常去三亿叠家找屈苏 他正帮助屈苏的手电筒常组之工会 除夕夜 周荣又去了屈华家 屈华一边抽着生窃烟 一边问周荣 阿荣 如今这世界到底是好些了还是坏些了 周荣说是好些了 三一爹摇摇头 何以献的呢 仗还是要打 捐水还是要缴 柴米油盐 一分银子也不减 周荣热心地解释 三一爹 那些事可不能急 咱们打倒了万恶的军阀和帝国主义 日子就会好起来的 虚华又问 可是你们用什么打倒人家呢 人家是有枪有炮的 周荣对国民革命抱着必胜的信心 他说 现在全国的党派都跑到广州来了 他大哥周金参加了共产党 他的同学李明奎是无政府主义派 表姐夫张子豪和表哥陈文雄 参加了国民党 革命的力量已经壮大了 虚华摆住手说 够了 别往下说了 我问你 如果内无政府主义派做了天下 政府没有了 钱两捐税都归谁的 周荣被问住了 笑着说 那不过是理想中的事 周荣又和屈苏谈了一会儿 想起和陈文帝有约在先 便要回去 虚苏陪他出了珠光里才分手 周荣来到陈家 听到客厅里有人声 他朝窗离一看 只见陈文帝坐在安乐椅里 何首人跪在他的脚边 正在低声哭求着 周荣正要离开 忽见何首人从地板上跳了起来 神经质地吼道 你还不开枪吗 你还是那样残忍吗 你要把我的心丝成碎片吗 周荣吃了一惊 好奇心驱使他又暂停下来 陈家的一个屎妈看见周荣 招呼了一声 周少爷 周荣自知必不开 索性推开了客厅的门 何首人看见周荣进来 对陈文帝说了句 祝你新年快乐幸福 便走出去了 陈文帝把手伸给周荣 气呼呼地站起来说 荣表哥 他 他压迫人家 周荣上前 紧紧抓住他两只冰冷的手 陈文帝把他的手 拉到自己的心口前 说 我做了个噩梦 多可怕呀 你看 他跳得多么凶 周荣把他搂紧一些 说了些安慰话 陈文帝把头藏在周荣胸前 抬起半边脸问 表哥 春天已经到了 咱们该怎么办呢 周荣低声回答 要是你爹不反对 咱们该结婚了 爸爸也不一定反对到底的 陈文帝说 你叫你妈跟我妈讲 他们是嫡亲两姐妹 好说话 周荣问他是否坚持 陈文帝说 我是反对就礼教的 不坚持 还算什么心语性 周荣这天夜里 回来得很晚 然而 这晚回来得最迟的 要数周全了 他走进自己的小屋室 坐中恰好打了地狮耳下 他坐在桌前 梳理着被夜舞润湿了的头发 在镜中发觉 自己的脸一样的红 今天入夜以后 周全和陈文雄 手臂扣手臂 走进了第一公园 他们在音乐亭后的绿色长椅上坐下来 这地方灯光不太亮 是公园里最幽静的地方 陈文雄现在是一家洋行的大资源 自去年他参加杀面大罢工 并且取得胜利之后 在三家乡里成了一个英雄人物 他在周全面前评论住一些人的政治态度 认为周荣是真正要革命的 而李明逵 张子豪 核手人他们就很难说 周全说 他们是党官 军官 大学生 比起你们这些洋行大资源 小学教员自然就不同 接着他又说到自己 像我这样既不能升学 又找不到职业 我真担心 陈文雄说 如果他想升学 他愿意全力支持 如果愿组织一个小家庭 他也无半点意义 周全的心剧烈跳动起来 低声问道 你呢 你怎么想呢 陈文雄说 如果我们能够创造一个 最兴师的家庭的话 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革命的 大胆的行动 咱们会更充满人生的勇气 说到这里 他们热烈的拥抱起来了 次日一早 周全和周荣都出去了 只剩周炳在家 陈文廷走来告诉他 何家新买了一个小丫头 两人出去看 在何家门前 看到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 周炳认出他是镇南村的胡姓 高兴地叫道 杏子 周炳走到胡姓面前 捧着他的脸看了又看 说 杏子 你长大了 但瘦成这个样子 我简直认不得了 别哭 别哭 你爸爸妈妈都好吗 说着 剑驱逃跟着 他母亲走进香来 便跟着屈家母女一起回了家 到了家 周炳的三姨和周炳的妈妈 到后房须话去了 周炳邀屈逃到他的房里 叫他坐在一张荧光的床上 说要给他画一张像 屈逃如今在电话局里当街现声 周炳则在念初中 一爱演戏 被同学们选择学生会有一步不长 他常要屈逃来认主角 两人同台演出 十分相依 屈逃听周炳说 要画像 就顺从地坐在床边 让他画 这时候 周炳才看出 屈逃有多美 杏仁样的脸上露出惊人的魅力 长长的凤眼宝 含着青春 温柔和勇敢 一会儿 香花好了 周炳递给屈逃看 屈逃看了说 我看不像 我哪有这么漂亮 周炳笑着说 他已经不错 你比他还要好得多 说住对话 像吻了吻 屈逃脸红了 问他为时磨这样 周炳爽朗的说 我要跟他永远在一起 革命快成功了 咱们这一代该是最幸福的了 屈逃的脸红的跟桃花一般 他那充满幻想的眼睛望着周炳 问道 真是这样吗 咱们这一代是最幸福的一代吗 周炳自信的回答 当然 难道你不这磨想 屈逃把头靠在周炳胸膛上 说 不 我是跟你一样的想法 可是 我想没那么容易 周炳问他为时磨 他说 也没时磨 我总觉得人们不大其心 像我爸爸 像文帝表姐 像文婷表妹 周炳坦率地笑着说 那不要紧 只要你和我 咱俩齐心就行了 虚逃害骚起来了 低着头 轻声问道 你和我 你是真心的 你问过你妈妈没有 后方里 周阳氏和曲阳氏的谈话早已结束 曲阳氏见女儿在周炳房里玩 不想打扰她们 就先回去了 周阳氏送曲阳氏出巷 回家不久 她的大姐陈阳氏也来串门 周阳氏忙着让座 坐下后 陈阳氏说起 昨天何家新买了一个丫头 哭着闹腾了一夜 周阳氏道 那孩子从乡下来 小小年纪就离开了骂 多可怜啊 坐了一会儿 陈阳氏问 阿全在家骂 周阳氏说 天不亮 就捅你们温雄出去了 陈阳氏说 说开就说开吧 你可听见人家在讲我们 说是亲上嫁亲礼 周阳氏点了点头 听见的 还有好听的呢 说是姑唤嫂呢 陈阳氏问他打什么主意 周阳氏笑道 这世界不是新自由了吗 轮得着咱们主张啊 陈阳氏哼里声说 自由也得有个谱儿 同街同向的 又是嫡亲仪表 别人能不说闲话 周阳氏问大姐怎么办 陈阳氏说出自己的打算 依我看 我们阿大跟阿全的事 就依了他们算了 可我们阿帝跟你们阿荣 再这样搞 那可不重 周阳氏 哦 勒一声道 原来你们是只进不出 你跟文帝说说看 他要是愿意 怎么着都好 陈阳氏怪他太无主意 说文帝是娇宠惯了的 驾到周家 怕扶不住 两人话不投机 没说鸡句 陈阳氏就走了 谎言又过了几月 六月里的一天 陈文雄的父亲陈万利 到何家去串门 在客厅里 遇见了如今是省参议员的何应远 两人谈住 武萨 以后的省港罢工和证据变化 陈万利说 这半年我是过得胆战心惊 真是世道多变 陈万利听说今天有十万多人上街游行 问何应远听到什么风声没有 何应远说 我怎么不知道 还不是八字脚搞得名堂 人家杀命当局都准备好了 一碰头准是百路计 陈万利听了暗吃一惊 随即回转家里 叫陈文雄不要去上班 说杀面的英国佬今天要动手了 陈文雄一听 心秃秃的跳 想把这个消息转告给妹妹 谁知文帝他们一个都不在家 当天 广州举行十万多人的大游行 声援上海、汉口、香港等地的反帝斗争大罢工 须陶、周炳、陈文杰、陈文婷分别参加了工人、学生的游行队伍 因为人多 除了出发前大家打个照面外 以后就谁也没看见谁 虚陶的工人队伍走在最前面 他们走过珠江口的长堤 向着西豪口和沙鸡大街前进 人们呼喊着口号行进 向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向前奔涌 队伍接近杀面时 一场卑鄙无耻的血腥谋杀开始了 外国士兵向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中开了枪 工人们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 冲上前去 虚陶走在工人队伍的中段 他看现身边的工友倒在地上 就大声叫嚷着冲上去 抢他们的枪打死他们 工人万岁中国万岁 一边喊一边往前冲 枪声更密了 火焰挡住了他的视线 他突然觉得胸部像被石块击了一下 天地在旋转想叫嚷 却喊不出声来 他这时才想起周炳没有在他身边 要是周炳在 他本可以和他一起把敌人的枪夺下的 队伍乱了 在学生队伍中的周炳拼命往前挤 但前进的道路已被警察堵住 他套上就互对的笔章 搭上一辆开过的红十字救护车 向杀鸡大街驶去 救护车到了杀鸡大街 他跳下车 抢救兽难的群众 忽然周炳在一具倒在血泊中的尸体前站住了 他扑上前去 准备帮他站起来 同时呼唤住 阿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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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没有回答 只是平静地躺在他的怀里 周炳举起拳头 向杀灭的凶手示威地挥动了击下 托起他往前走 他刚一局步 只觉一阵天昏地黑 几天来 他发着高烧 神志不清 他醒来后 有二哥找出那张画像 长久地凝望住 凝望着 呼地把脸转过去 哭了起来 周全和陈文婷都来看望他 周全谈起屈陶的出殡情况 说有十万人加入了送殡的行列 须陶和其他烈士都葬在凤凰台 周全走后 陈文婷独自留在山楼底 陪着周炳闲聊 他眼圈红红地对周炳说 炳哥 你说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 像陶表姐那样的 人才莫说千中无一 就是万中也无一呢 他却像一朵花似的 一眨眼就卸了 消失了 周炳听了 勾起无限思绪 连连点头说 阿婷 你说的对极了 今早我一醒过来 就在想这个问题 我们是否是在命运的拨弄下 过着可笑的生活 一切都是虚妄 一切都是假象 一切都是幻梦 这天下午 周炳瞒着母亲和姐姐 独自来到凤凰台 他找到区桃那座小小的草坟 粘立在坟前 无言的流着眼泪 太阳西斜了 他全然不觉 忽然身后传来喊声 炳哥 他转身一看 原来是文婷 周炳问他 怎么到这儿来了 陈文婷说 家里人都在找你呢 我知道蛇有蛇路 鼠有鼠路 就一个劲跑到这里了 陈文婷劝慰了他一会儿 叫他快回去 周炳跟他下了膳 到家时已是黄昏了 晚上周全告诉周炳 省港罢工委员会已经成立 大哥周金也到省城来了 参加罢工委员会工作 他和周荣 陈文雄 何首仁 李明奎都在交际部工作 周炳听说驱诉他们 帮助周金大哥在搞书务工作 便到三姨爹家来 找到了大哥 要求让他也参加罢工委员会书务部的工作 周金指着地上的一堆旧皮鞋说 这些是罢工工友的 我正要找人给修补理 周炳说 大哥 你信得过 就让我来修补吧 周金答应了 还鼓励他一番 周炳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 一大堆皮鞋 一个晚上就统统不好了 虚炳死后 虚家现在愁云惨物之中 虚苏显得更瘦削了 虚苏对周炳说 阿陶这一死 我们家就过得不像日子 你要多来 常来 帮我张罗工会的事情 不要像别人那样 十天半月都不上门 虚苏口里的别人就是周荣 从前周荣常来要他看戏 攻龙街 如今他只顾的和陈文帝在一起 虚苏又说 咱们舅舅家的杨成辉表哥到常来 不过他很冒失 我不喜欢他 过了几天 周炳又接受了罢工委员会的新任务 罢工委员会议定在8月21日 开展肃清内奸大运动的游行示威活动 要演台戏配合宣传 苏照正委员常听说周炳演戏演得好 便调他到游异不武负责演出工作 周炳回到家 一口气把剧本读完了 剧本名叫《雨过天青》 写香港一对青年的恋爱故事 通过这对青年在罢工中的遭遇 抨击了买办和公贼的罪恶活动 周炳读了剧本 心想找谁来捅演呢 找婷表妹好不好 她把陈文婷找来商量 陈文婷说 我一定参加 从前陶表姐在的时候 她可以干许多事情 如今她不在了 这些事就该由我来干 至于服装道具和演出费用 陈文婷也答应去想办法 一六十第二天 陈文婷约了周炳 陈文雄陈文帝 何首人在他家客厅会面 商讨助演戏经费的事 陈文雄捐了一百港币 何首人认捐一百大洋 他俩关照大家认捐的事 别让他们的爸爸知道 经过紧张的筹备和排练 于过天青 在东元大礼堂演出了 演出相当顺利 剧情深深感染了观众 演到买办和公贼破坏罢工时 人们都激动的呼喊口号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内建 目落了 人们抱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周炳高兴的抓住陈文婷的两手说 停 你听 我们演出成功了 陈文婷激动的叫着 英雄 英雄 你是个激动人心的小英雄 这年三月里 陈文雄和周全 举行了文明结婚典礼 婚礼在一间大酒店的礼堂举行 大厅里张灯结彩 金碧辉煌 贺客迎门 婚礼完成以后 陈文雄和周全走向餐厅 在厅前 正碰上陈文帝 周全拉住他的手问 弟妹 你快活吗? 陈文帝说 快活极了 从你的身上 我看见了五四精神的胜利 陈文帝说完 掏出一封信交给陈文雄 要他答应到今晚十二点把它拆开 陈文雄点点头 陈文雄一把搂住周全 亲切而调皮的叫声 打扫 然后跑开了 他俩前行不几步 周荣从一个休息室出来 像跟陈文帝越好似的 也掏出一封信给周全道 妹妹 这是一个秘密 你答应我 到今晚十二点把它拆开 你手信吗? 周全也点点头 陈文雄希望他说些勉励的话 周荣向他道贺 并说 我希望你不要因环境的顺利 而忘却自己的抱负 你记得我们中学毕业时的誓言吗? 记得? 那好极了 一直到半夜十二点 陈文雄和周全 才把客人全部送走 他们坐着小汽车回家 在富丽堂皇的二楼新房里刚坐下 周全想起二哥的话 从代理找出那封信来 拆开一看 信写得很简单 全妹 我到上海去旅行 一个月后回来 请告诉爹妈 祝你幸福 陈文雄记起文帝也给过他一封信 也拆开看了 里面写的内容与周荣的信相同 他气得大骂一声 出声 赶忙跑去告诉父亲 这时候 周荣和陈文雄搭乘的济南 后海轮刚刚驶离珠江口 夜深了 甲板上风很大很冷 陈文雄紧挨着周荣 两人像一团伙似的 站在铁栏杆前 不愿回船舱去 他们回头望去 广州城早已望不见了 只看到广州方向那半边呈红色的天空 周荣感慨地说道 我们到底获得绝对的自由了 他们彼此都感到自由 靠得更紧了 为了这个自由 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 因此它更加珍贵 我们要携手奋斗 永远在一起 周荣充满感情地 对陈文雄说 过了一会儿 他又问陈文雄 你知道 是谁把我们心爱的广州 弄得如此质闷 呼吸不到自由的空气吗? 陈文雄寻不出答案 周荣说道 就是去年在杀鸡抢去了咱们的渠逃 昨天在北京抢去了刘和珍的那一群野兽 陈文雄听了 长久没做声 只听鸡声轰鸣 江水哗哗 冲击着茫茫的黑夜 1926年3月 广州的国民党右派制造了中山剑事件 查封了省港罢工委员会 陈万利看到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对陈文雄说 你们闹罢工闹了十个月 有什么名堂 以后少去罢工委员会走动 以免惹出事来 陈文雄和周荣出走快一个月了 至今还未见回来 陈万利想到这事心里就来气 他打发人把周铁叫来 问他周荣来 过信没有 什么时候回来 周铁回答说 莫来过信 论理也该回家了 好个论理 这简直是共产共妻 陈万利兄狠狠地叫道 他要周铁赶快给儿子媳妇弄个房间 指半点家具什么的 说不能光捡个便宜的媳妇就算完事了 周铁苦笑道 事情我是想办的 可是我没地方也抹钱 怎么办 要不在那房契上重新押几个钱给我 或是索性卖断给你 陈万利道 你那房子我也不想要 事到如今 这些我也难得管了 我只提醒你一句 你跟阿荣说 别当那个共产党 这回惹杀身之祸 在两亲家谈话后的第三天 周荣和陈文帝从上海回来了 周铁家还没弄房子 陈文帝仍回自己家驱住 对于结婚 请客 今后怎么办的问题 两家都绝口不提 街坊和仲亲 有对这种新样结婚都觉新奇 对此置凭不一 有的说民国了 革命了 什么都不对版了 有的说共产党结婚 大约都是这样的 陈文雄听到这些话 觉得面子上很过不去 陈文雄约周荣到玉劳春茶室喝早茶 问他怎样组织家庭的 周荣却没有什么打算 陈文雄说 按五四精神来说 你们的勇气是绰绰有余的 可也要考虑社会承认的问题 周荣听了 思索着说 对这些我并没想很多 重要的是爱情本身 文帝是个新女性 她会谅解我的处境 我也承认 我们的举动是鲁莽了一点 两人谈到这里 再也无话可说 陈文雄想起与苏赵征有约 便辞别周荣 去把工委员会东区饭堂 苏赵征委员长已在饭堂里等着他了 两人见面 谈了些杀面洋务工人最近的情况 陈文雄吞吞吐吐吐对他说 苏大哥 我真难开口 我这个代表当不下去了 人家都不听我的笛子了 苏赵征问他什么事 陈文雄愁愁了一下 还是说了 罢工罢了十个月 沙面的工友支持不下去了 我看最好把香港问题和广州问题分开 让我们和沙面当局先谈判 如果条件可以 就先复工 苏赵征对他说 越是困难 越应看到胜利 不要怕 要向工人们解释 陈文雄垂头丧气的说 请苏大哥另外派人去吧 我解释不了 我这个代表要辞职了 苏赵征抓住他的手 勉励道 如果有好条件 先复工也就是胜利 香港工友也会谅解的 他指出 如果少数人搞单独复工 那就是闹分裂 向帝国主义投降 是坚决不允许的 说话间 有十几个香港工人 吵吵嚷嚷的朝帆堂走来 他们听说 沙敏工友要单独复工了 敢来找苏赵征的 大家情绪很激动 也有杂桌摔碗的 陈文雄看见 慌忙溜走了 有个穿黑衣服的趁机山洞 我们上当了 我们受骗了 打呀 谁敢破坏罢工 我们就打 打死一命 尝一命 人们顿时乱僵起来 周炳文声也赶了出来 他跳上一只凳子 大声喊叫 各位工友 各位工友 安静些 他说 这是敌人的挑拨离剑计 要那个喊打的人 站出来给大家讲清楚 香港工友们安静下来了 那个穿黑衣的家伙 却一闪不现了 苏兆正站上凳子 对大家说 广州工人是想复工 但条件并未谈妥 我们应当一道坚持 一道胜利 咱们有共产党 咱们会胜利的 吃饭吧 不吃的饱饱的 怎么和敌人作战 吃过饭 苏兆指导工人宿舍和周炳谈话 他告诉周炳 陈文雄是动摇了 现在还不知是什么缘故 罢工委员会 已派人和他谈话 他要周炳回去 也劝劝他 周炳回去 劝说了陈文雄 陈文雄执意要退出 罢工委员会 周炳气愤的问 表哥 你忘了驱逃的仇吗 陈文雄道 君子报仇三年不迟 与其这样僵持下去 倒不如回过头来 先把国家弄腹降了再说 两人的谈话 就这样无果而终 陈文雄退出了罢工委员会 合手人 李明奎不久也退出了 周炳决定不再升血 参加了省港罢工工人运输大队 随国民革命军北伐 周炳离家前的一天 周家举行家厌尾他践行 陈文亭也来了 喝完酒 周炳和陈文亭说话 陈文亭只是不作声 周炳对他说 他走了以后 他应当把游义部的工作顶下来 陈文亭沉默好久 才开口问 炳哥 你就一定要去北伐吗 你去挑子谈 太上兵 兵雄战威 是有生命危险的 就算北伐成功了 与你又有何干 周炳说 我没想那么多 我只知道 去了 我就会快活 我能够和罢工工人生活在一起 能够爬上很高的山 渡过很宽的河 走到长沙 武汉 郑州 北京 那多有意思 陈文亭问道 你走走晚晚 就能过一辈子 你也不想想 咱们两个怎么了局 周炳问该怎么办 陈文亭说 依我看 你应当把高中念完 熬个小小的出身 周炳说 他目前念书 也不愿拿文雄表哥的钱去念书 省港罢工还没有胜利 表哥就退出了罢工委员会 破坏罢工工人的团结 并以此 向杨老板宣媚 他已经沦为公贼了 炳哥 陈文亭亭的心 都哆嗦起来了 他想嫁以阻止 但周炳仍只管说下去 你要我拿着众人的钱去熬个小小的出身 我不 我过去曾经崇拜过他 现在 我只是痛恨他 周炳就这样走了 跟着省港罢工工人运输大队 跟着北伐军上前线去了 生活常常是多变的 这些日子以来 陈文帝正经受着痛苦的煎熬 流言 贫穷 黯淡无光的日子 他期盼周荣为自己创造新生活 没想到竟是烦恼缠身 如今 他哥哥当上了新昌洋行的敬礼 和首人也当上了广州市教育局的一个科长 而周荣 却被校方解聘了 这正应 这他爹爹的话 是话不会有好结果的 这是开始 还有够他好看的呢 周荣在政治上的风险 有使他胆战心惊 夜晚周荣来看他时 他就问他 失业以后 他们将怎么生活 周荣似乎并未多想这些问题 他说他在罢工委员会还有许多事可干 他抨击社会的黑暗 说只有革命才能改造这个社会 陈文帝听了 越发生气 他对周荣说 我看你是被那些阶级斗争的 邪说迷住了 你叫学校撵出来了 难道是社会的责任 社会就是亲戚 朋友 上司 下属 你不能蔑视他们 否则只能毁了自己 周荣听了 只是笑笑 也不与他争辩 周荣走后 陈文帝来到三楼 见文婷在房里看书 便对妹妹说 这几天真 叫我烦躁死了 我从自己的生活实践中 真正体验到 自由 只是一个崇高 美丽的幻影 谁要真去追求这个幻影 谁就会受痛苦的折磨 文婷知道 他指的是他和荣哥的事 便说 二姐 你怎么能这样说 你又有职业 又有恋人 得到了独立和自由 多少困在封建牢笼里的姐妹 都拿羡慕和惊奇的眼光望着你 希望变成和你一样的人 文帝道 妹妹 你不了解 我们结婚已半年了 可连个窝也搭不起来 社会尚对我们另眼相看 更可怕的是 政治尚挺满怀心事的问 二姐 你看我和阿炳的事情 会变得怎么样 我们差一点就超过友谊的界限了 陈文帝道 我不支持你跟阿炳恋爱 我应该成为你的前车之鉴 陈文婷再也没话可说了 为了这句话 他整整一个晚上都没睡好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